社區後方的擋土牆有三四層樓高 透過空拍角度來看 是一大片叢林 又緊鄰生態豐富的天外天浮雨公園 卻金船接連發生三槍摔死不幸事件 去年底的時候也有發生過一次 然後也一樣好像判斷應該也是失足衰落 因為它也沒有外傷之類的 也是有吐血這樣子 也應該也是摔下來 如果有小朋友在這邊玩 還是什麼 他們有時候會騎腳踏車之類 經過這邊看到屍體這樣子 其實也是不太好 這一次的動物墜落事件 就是很多住戶突然看到 也會有一種害怕的反應 那動物其實墜落我們也很難過說 因為動物其實我們也希望說 就是多多保護他們 所以我們希望含醫院的團隊 能幫我們協助看 是否有什麼的措施及方法 社區的居民受到驚嚇不堪其勞 也不願意見小動物平白無故喪命 地方希望能夠爭取在山坡上加裝防護網 市議員韓市議服務處找來市府相關單位會刊 不過擋土牆緊鄰的是私人土地 距離天外天浮於公園還有一段距離 究竟防護網該由誰來做還要再討論 這是整個大區域的生態的問題 它不是光是微笑台北上方這個 但是微笑台北上方這裡 我們希望能夠保護居民的感受 但是我們看到天外天浮於公園 以及私人土地 這整片的區域生態越來越豐富 野生動物或是稀有蒸物越來越多 我們很希望政府重視這一塊 這是好的事情 也是我們基隆市越來越進步繁榮的象徵 其實我們環保局的部分 這附近後面是富裕公園 但是它這邊跟我們這裡 已經有滿長的一段距離了 那因為這塊土地是私人土地的部分 所以我們目前是有點難以去做協助 大家都推要做生態檢核 就是要去興建任何建物的時候 要去了解說 這個建築會不會造成動物受困 會不會動物掉到水裡 跑不出來這些問題 那當然現在這個案例的話 其實這個建物的所有權能 其實也有一些責任 那它應該要去做好防護 那可能如果發生這種動物 容易掉下去的情形 它可能就要做防護 那隔壁是私人土地或是怎樣 那可能就是要去協調 靈地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去保護動物 才是比較正確的做法 地方希望大家能夠凝聚共識 一起把問題解決 避免悲劇再次發生 也希望帶給下一代正確的保育觀念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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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